妹妹不要怪罪 大家都一样 我不敬恨你 那就好 城里刚出了大事 有人行刺城主 妹妹知道吗 我和长安一整夜都在庭住院 城主来了一趟 说过了 妹妹的影子身上 有股血腥味 不会是上次的伤 还没好吧 长安昨天惹主子不高兴 主子掠尸小剑 长安没有得到主子允许 不敢包扎 是吗 让姐姐见笑了 可我家二月妃说 妹妹和影子一起当亲戚 亲密得不得了 可不得了 妹妹不必紧张 我已经教训过她了 信口慈黄 在这鬼话城里的姑娘和影子生情 那可是比死还大胆重罪呢 如此 谢过姐姐了 姐姐这次来 有什么事吗 能有什么事 不过就雷串串门 看你这秋千挺好的 就忍不住上去坐了一下 妹妹如今是听竹院的大红人 事多 姐姐就不打扰了 院子里面有小丝 灶也是冷的 姐姐下次来了 我给你泡茶喝 再说 你说 她刚刚那是什么意思啊 婉香主子一向左右逢迎 前面又得罪过你 见你和听竹院走得近 心里害怕 可是她话里话外 你怎么会跟着 她的意思 她见着我和主子一起当秋千 没有告诉城主 却跑来告诉主子你 这既是警告 一时莫大的嗜好 她还真是精明 这世上 未必所有事都能算计 主子不必学的 婉香说你受伤了 你哪里受伤了 我重新帮你包一下吧 主子昨天 惩戒了我 我心里唯一的 有 她不是自小人吗 我说你 说你劲我 你却在我 人太近 对主子不敬 主子被用这根铁棍 惩戒了我 不这样的话 我早晚被宴处有伤 你放心 鬼话长的影子 入城第一件事便是挨打 我早已习惯了 命薄远头 我看我的心伤口在哪儿 你只需帮我对着位置 剩下的我可以自己来 岔楼现在肯定派个人 正一个屋一个屋的岔 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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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不及了 晓雯 你先自察罗 一心自察罗